已经连续比了四天了 确实 我到后面最后一个转身 差点没登到边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眼睛看错了 然后确实因为这个赛程导致我 被分在边道 有种长距离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吃亏 所以说希望在1500的时候 希望能把这个 就是就安排到此会好一点 会尽力 因为现在有两天的休整时间 同样明天也是男子一百子 也希望英格涛可以在男子里面 也是继续创造历史 我们两个一起能扛起 中国男子游泳的一半 然后也是希望他明天 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一个突破吧 这个应该在意料之中 而且当时觉得 他就是应该在四十秒以内 确实也是完全符合 这个赛前的要求 而且他整个比赛的过程 完全按照我给他布置的角色 非常好 1500米会更艰苦 更艰苦 因为毕竟整个恢复过程的话 有氧训练这牌子缺乏 所以他是完全靠一只品质 在那里游下来 所以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孙杨在参加的三个项目中 拼得了两枚金牌 一枚银牌 他也成为市井赛历史上 第一位在男子800米自由的比赛中 三连贯的选手 接下来 孙杨还将参加男子1500米自由泳 以及男子4成200米自由泳 接力的比赛 他的传奇还在延续